現在是開箱 開箱的第一件是什麼呢 第一件是什麼 你的暖風機 暖風機 因為冬天到了 你看看 多斯拉很怕冷 她現在頸部都圍了圍根 因為她說頸部很冷 是嗎 頸部圍了很容易打一次 圍了很容易打一次嗎 是的 為什麼要買暖風機呢 是不是你很怕冷 因為晚上洗澡的時候 開抽熱線比較冷 所以我們要幫助失眠 即是洗澡乾淨淨的時候會很冷 是嗎 或者你的廚房是沒有 你的浴室沒有開安的暖風煲那些 沒有 沒有 是舊式樓來的 這些自己加進去 這個插頭就是這樣的 是扁身的兩腳 要自己配一個萬能酥下去 出風口 就是這個位置 其實不是腳來的 待會你就知道了 放到廁所那裏 這個位置可以套進去 毛巾架 鐵的毛巾架 那裏 好 我們現在試試看 如何安裝 我們現在要安裝這個 掛在暖風機的配件 安裝這個才可以 把它掛在廁所的毛巾架 那裏 底下 這裏 是有兩個勾 就是把它安裝在這個 粒槽裏面 好 將它對好孔位置 放進去 向上推 就可以了 好 現在去洗手間 掛上毛巾架 看看 牆邊有這個 毛巾架 這個鐵鏡 我們就安裝在這個 毛巾架上 放進去就可以了 放進去就可以了嗎 雖然這個暖風機 是設計給浴室用 而且它裏面的電器件 就密封在一個防水盒裏面 但是你洗澡的時候 最好都是拉回浴簾 或者把花灑頭向上墻壁 就不要直射著它 如果只是彈到水 就沒什麼問題 多時你選中這個暖爐 是你選的 那你為什麼選它呢 因為我不會轉長 這個方便 然後我掛上去就可以了 不用轉長 我放上去就可以了 那我不用的時候 拿出來收起就可以了 或者轉另一個位置就可以了 即是掛另一個位置也可以 比如說在房間 總之有些東西給我掛就可以了 隨時什麼地方 找到位置掛就可以了 插著它試一下 好嗎 下面還有一個位置 用來控干毛巾的 其實這部機 是設計給洗手間用的 而且出風位不是很大 如果你像我這樣想著 在洗手間用 就是沒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想著 在廳或房間用 因為空間比較大 可能就會不太夠暖 現在就先開這個冷風 聽一下它的聲音 吵不吵 我最怕這些暖風機 就是太大聲太吵了 它的風聲就是這樣 可以接受不太吵 有一點聲音 這樣才說 有一點聲音 不吵不吵 我們去到第二格 低暖 風量也是這樣 不過它就會變成暖風 在這裡吹出來很暖 現在暖嗎 暖嗎 暖 我現在再試一下高暖 看看風有沒有大一點 紙巾吹出來差不多 但是熱量 熱度在升溫 熱了很多 熱了很多 而且你覺得暖的速度如何 都快 快 夠暖 洗澡夠不夠用嗎 夠用的 你那陣氣暖一點就可以了 你不要說那麼冷 不得了 小朋友洗澡就不太冷 小朋友洗澡 一天主要省位 主要省位 主要省位 多師奶怎麼了 有拆過了 先試一下 我先試一下廳 可以不可以 試一下窗邊 可以不可以 很小 你的窗邊可以不可以 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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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師奶說要試一下廳 好不可以 現在掛在廳這裡 我掛在哪裡 你拿出來再掛個 我看看你到底掛在哪裡 原來就是掛在鋁窗的窗框 這裡 一掛上去就可以了 一掛上去就可以了 因為是掛牆的 所以這部機就是特別省位了 坐在看電視的時候 不會吹正還好嗎 又不會吹正 因為它向正吹 不會吹著人 開著暖爐 看電視 這樣才是一個溫暖的家 是嗎 是啊 不錯 小小的 最主要是省位方便 隨便掛都可以 有個掛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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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位置都行 真的非常靈活 非常靈活 很靈活 廚房呢 廚房又有什麼位置呢 廚房呢 多斯拉又移動了 駕布 又把它搬去廚房 廚房呢 剛剛好 剛剛好 廚房呢 也是有一個掛洗碗筋的架 它又把它掛上去 剛剛有一個電鍵 插著 很完美 是嗎 不錯 這個位置不錯 這樣就煮多些美食了 盡量 看看 現在繼續開箱 又買了些什麼呢 又是暖爐 又是暖爐 你剛才不是有一個暖爐 已經 這個可以房用 廚房也可以 這個大一點 風大一點 剛才那個風比較細 如果是風大的 可能不夠暖 因為剛才那一部 就是小小的用 洗澡用 如果你在廚房 面積大 是不夠暖的 那就需要用一個 大一點的暖風機 是不是 是啊 這個也挺漂亮的 這個顏色很漂亮 看看 先 第一個 就是感應 就是人 如果離開了這部機 兩米之外 它是會停止操作的 走過來兩米之內 它又會自動開 這個搖頭 按它是會有90度搖擺 這個就是定時 就是有1個小時 2個小時 4個小時 這個檔位 就是可以調校 它的溫度有高 低 這個是開關來的 我選這部機 就是看中它的低噪音 和熱量夠的 因為它是用陶瓷加熱 加熱的速度很快 而且它的熱量很柔和 就不會像一些很大的暖風 這樣 兜口兜面吹著你 中間這裏就是出風位 明顯比剛才美的那一部 大很多 所以亦暖很多 這個機 雖然它是放在地上 但是它的設計 風就是這樣 向上吹上來 重不重 多斯拉拿一下 不算重 重量當然有些 但不是說很重 大概是2點幾kg 很方便可以 容易拿出拿入 拿入房 拿去廳 這個位置給你有扶手 這樣拿也方便 這樣拿也方便 有扶手 這部機 有一個安全裝置 就是這樣 如果一個塌了 它是會自動關閉的 現在開了機 現在是低風的 聽聽聲音 這個是現場收音的 聲音跟剛才美的那一部 都很大 差不多 這部比美的那一部 大一點 但因為它這部 是強很多 暖很多 所以 聲音也是很小 很小 嘩 積暖 對 因為這個 寫著說 是3秒鐘積暖 所以 我剛試了一下 都真的是 這個是低風來的 這個是低風來的 這個低風來的嗎 對 很暖 試一下高風 先試一下高風 現在試一下風量 先試一下 這個是低風的 好像明顯沒有剛才美的那麼強 風 對嗎 對 這個是柔風來的 柔和一點 那些風呢 柔和一點 就會吹得舒服一點 如果急一點的話 會吹得 吹得人不舒服 對嗎 對 好了 多士拉我們嘗嘗 暖風 高風 高暖 明顯比剛才強了 嘩 現在很熱啊 嘗嘗搖頭 感覺到它搖擺嗎 慢慢轉動 是90度角 你看它是很緩慢的 它不會很急的 有了這個暖風機 這麼怕冷的多士拉 這個冬天都不太冷 而且做家務都可以勤快些 而且這個暖風機是很秒跳輕便的 你很快速的可以移動去廚房 廁所 睡房 和客廳 這樣就全屋都這麼溫暖了 還要買第三個暖風機 要不要買這麼多啊 這個是多師妹人的 他說電腦桌 用的時候 天晚上很冷 沒錯 這部是我用 而且是我選的 因為經常做電腦做到很晚 如果冬天的時候 三間半夜 手腳是很冰冷 很難頂的 所以我就想買一部暖風機 放在桌子上用 暖一下手 和搬到腳上暖一下腳 要求其實很簡單的 只要是暖到我這一對 暴露在寒冷空氣之中的手 和雙腳而已 先來開箱看看 先來開箱看看 是的 那些風跟剛才那兩個不同 坐地那個大那個 其實是很柔和很舒服的 美的那個也可以的 那這個呢 這些不可以對著人吹 很乾的吹 不可以對著人吹 變人乾 腳趾位也是吹不到的 那手也是吹不到的 腳也是吹不到的 風也是太強了 兜口兜面 也太吵了 所以這部機我買得失敗的 那這款呢 絕對是一個反面教材 你們就千萬不要學我了 如果想買 可以考慮一下前面那兩款 那今集就到這裏 下集再見 拜拜 你好我是多斯拉 我的頻道是分享生活上的 好買好食好玩和淘寶開箱的 未來是會有更多的好介紹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打開旁邊的鈴鐺 你就會收到我的新片通知了 謝謝大家